咱们继续讲 孤本绝学 仙人指路硬 过功炮 登方不齐诗相 开出了一句 是过功炮的惯用手法 黑方转成 平风马 两头蛇 下面红方 高居巡河 对兵组 打通河口 活通自己的马路 也是巡河局的 核心手段 下面是关键 黑方不是杀兵 而是上马 登鞠 红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平鞠捉无根马 那这个马要硬啊 对不对 小兵过河 爽歪歪 但是 下面 黑方 飞刀出鞘 弃马攻杀 红方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杀马 一个是杀俗 咱们一个个看 第一种杀马 在平居 有捉霜 公元大也说话了 黑方走的什么玩意啊 对不对 丢了一个马 小族也保不住 但是 黑方直接扔炮 下面红方如果杀炮 就是如果 当然不能退市 是吧 双举措 所以只能退向 砍向 带袭浪 砍市 又带袭浪 然后 把老帅请到三楼 苏勤 背剑 这也是过公炮的一个弱点 然后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回到节点 红方不能杀炮 也不敢杀马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 拦鞠 对不对 交换一户 顺势 捉马 红方 这边 孤马 难撑 所以抓紧 瓶炮 准备把鞠 开出来 黑方就 要杀 上马 是无谓的牺牲 也不能近视 因为浸泡一将 近居杀起 所以 红方无奈 只能 平率 浸泡一将 再近居一将 让老帅 爬到三楼 上马 四个大子 欺负 一个小马 关键 退炮 就没了 红方 也没有好办法 消掉一个 是一个 压力太大 黑方的实力 有点过剩 气局攻不上 然后 一招 毙命 好 咱们回到主干分支 沙马 没露珠 所以改成 沙足 捉马 下面 马踏中兵 交换一户 红方 顺势 吊住 黑方 巨炮 黑方形成霸王狙 准备 闪击 红方走得也很紧凑 准备杀足袋 想出马 下面红方 浸泡 寻求对攻 也给 鞠让路 黑方就 直接 开路 哪不能退向 一招毙命 只能退市 是一退 中路 就薄了 黑方 欺负 这个巨 再欺负 下面巨 这里是巨口 这里是马口 只有 一个点位 到位了 然后 高潮来了 民间手潮本 号称野路子大权 风平落尽 必有杀招 怎么杀呢 弃局攻杀 那老帅不能动啊 一招毙命 只能 含力杀局 进局一将 再进马一将 那老帅不能再进 对吧 黑方都愁得慌 平局杀呢 这是退局杀 所以只能平率 顿错 是参与局的灵魂 让洪方的老帅 活动空间 变债 杀局 要啃炮 那也不能进士 一将还要退 所以进炮 反打马 黑方进马 还是双将 然后 宋主 马后炮 公元大爷说话了 搞什么搞 人家可以跌 对不对 担子炮 可是防守界的杠把子 下面黑方怎么下手呢 进局一将 还要啥自行车 当前局面 红方 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杀局 然后呢 没有 然后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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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